美国这次防空疫情的溃败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其实我们只要梳理一下 美国特朗普总统 从一月以来的相关的言论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现在还要加上一句 祸害百姓 那么顺便说一句 就是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 我们国内很多 我叫做投降派 认为这可不能打 一打我们就完蛋了 但我们中国研究院 我们的研判是恰恰相反 美国将输掉这场贸易战 我当时讲的观点 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一句话叫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句话叫做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第三句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们后来做这就是中国 这观点我也做了一个介绍 当时对中美贸易战的判断 完全可以用到 对美国这次疫情防控的判断 开始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疫情的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 结果我们看到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这么好的经验 他们放着不用 那么关于将帅 无能类似三军 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就是美国贸易战 这个决策水平 是如此之粗糙 如此之三流四流 怎么好意思出来打仗 今年也是这样 就这样的一种判断力 领导力 决策力 最终只能是荒腔走板 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现在还想甩锅中国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最后也是扳几十斗 砸自己的脚 那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 特朗普最近几个月的 一些主要的言论 我们就可以坐实这个结论 就是将帅无能类似三军 当然我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 来看整个这个情况的 如果美国人到十一月 还是选他当总统 我还是会祝贺他 一月二十二日 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我们完全控制了新冠病毒 就一个从中国来的人患病了 我们完全控制了他 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 这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判断 2月10号他又说了 很多人认为随着高温的到来 这种病毒会在4月份消失 这个观点后来也被许多专家驳斥 2月24号特朗普又说 冠状病毒在美国 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股市对我来说看起来非常之好 但事实上 虽然是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上升 以及自大萧条以来遭受最严重冲击的股市 股市崩盘 那么顺便说一句 就在特朗普讲这番话的同一天 我们这就中国这个节目 专门分析了就是 当年美国应对2009年 H&E失败的情况 我当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如果美国不能从自己 当年应对H&E失败中极去教训 真不知道美国遇到一场 致死率更高的传习疾病 或者更大的自然灾害 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场 看来也是不幸而言重 坦率讲 哪怕美国从2月24号 2月25号开始 认真进行防控 美国的疫情也不会落到 今天这种惨况 当然美国人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听到别人的批评 会立刻反思 自己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做错了 美国政府连自己专家的意见 都置诺网文 不久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长篇报道 标题是 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 一错再错 他就提到 就在关键时期 2月的最后一周 政府的公共卫生团队 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必须关闭病毒热点地区的学校和企业 2月25号 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 从印度返回美国时 美国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主任 南西 梅索尼耶 向公众发出了 他们一直认为 有必要的一个直率的警告 但在飞回美国的 18个小时飞行的途中 特朗普看到了 这个专家的警告 导致了股市崩盘 让他怒不可遏 2月26号 他又做出一个完全错误的预测 他说 15个美国病例将会在几天之内下降到接近零 我们的病例数量正在大幅下降 而不是上升 事实上 正如后来我们都看到了 美国每天新增的 这个冠状病毒的病例 数量极具上升 就从那时候开始 已经是中国最严重时期的 许多倍了 2月28号的时候 特朗普又说 现在民主党正在把冠状病毒政治化 这就是他们去通俄门调查之后的 又一个骗局 英文叫hoax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党争 一直伴随着整个防空疫情的过程 结果是非常负面 3月6号 特朗普还在说 我觉得我们国家做得非常优秀 控制得非常好 而事实上 美国新确诊病例数量 正在大幅上升 3月8号 特朗普又说 我们在白宫制定完善的协调计划 以应对这个冠状病毒的袭击 简而言之 对于新冠病毒 特朗普的每一步的判断 现在回头看一看 他的每一个决定 几乎很少有例外 都是灾难性 顺便说一句 这个九年前的时候 也就是2011年 我和这个历史中纪人作者 福山教授 变成时候曾经预测过 我说我美国这个政治制度 不进行必要的改革的话 可能会选出一个 比小布置还要差劲的总统 这也算是不幸而言重 讲白了就是将帅无能 泪死三军 苦死百姓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